嗨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刚刚开车经过我们家附近前面两排那个独栋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有两家好像在做那个open house 所以我决定今天做一集vlog带你们看一下open house 然后价格大概怎么样 如果你们有兴趣在这边置业的话也可以来找我 因为我现在也是real estate agent 就是在做房地产中介 好 谢谢 Let's go 好 现在我们来这个第一家 其实我不知道它能不能给我们录像 希望可以吧 等一下我进去问一下好了 是这种比较跟我们家一样那种年牌 应该也是1990年或者1980年的房子 让我去问一下能不能录吧 这个他跟我说可以拍就是快速不要拍到他们家的猫就行 这个是客厅 然后它是一体的 不过我感觉我来过这家它好像是降价了 现在楼市是降价了吗 我看一下这个楼下好了 他刚刚说这个房子已经在卖了大概又卖了好几个月都没卖出去 所以才降价了 其实这个跟我们家格局还是 就是一点点不一样几乎都是一样的 现在卖30万 看一下后面院子没有封了 这边有个壁炉 其实我不喜欢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这个就是火灾隐患 然后这个里面 这个猫还带着我 领着我看 这里面是他们的杂货间 其实跟我们家这个格局是一样的 我还挺惊讶这个价格降的还挺快的 现在我们上楼看一下 他们这个楼上有一个skylight很好 这边有个skylight这样家里就亮很多 而且还很省电 我们家没有skylight 我们家那个顶的话 也没有它这个高 我们家那个顶被封成瓶子了 它这个顶真的这样看起来空间感好很多 厕所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式厕所 它没有把它特别的更新 它这个厕所也有一个skylight 这个很好 简直太亮了 根本就不用灯了 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冬天 有没有那么隔热隔轮的 这个是一个小房间 它上面是三个房间 两个小的 一个大的 这个小的还 我们家应该考虑这样放这个床 我们家放了一个king 就没地方放东西了 它这个放的还挺好的 这是主卧 它主卧放了一个 这个应该是California king吧 这个好像都不是 这就感觉这床 2米乘2米2是什么 2米乘2米2 因为那个正方形的巨大 然后我看一下这个厕所 厕所 地砖有换过 但是里面这些 其实都是老的 看一下这里 这个跟我们都 都格局差不多 里面有个衣帽间 房子就这么地就看完了 这家具这个房子 真的是太大了 这应该放进小的床 一进这个门 它旁边就是厨房 它这里放了个小餐桌 你应该是可以吃早饭的 然后厨房的话 它其实所有的这个柜子 都是原装的 原老的 但是它就是把这个台面 还有这个 叫什么 这个水槽 水槽给换了一下 其他这个电器 其实 这个电器还挺新的 我看了一下 这个新的 刚换的 新的 然后它在这个 一进门右手 它是一个小的 里面就是一个洗手台 跟 跟一个马桶 就是一个half bus 给客人用的 没了 下面去第二家 现在我们来 那个第二家 第二家也是在 同一个小区 但这个房子我记得 如果没记错的话 也是卖了好几个月了 我现在觉得这个叫什么 你这个标价真的是很有学问 真的是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低 要正正好才能卖出去 你标太高的话 一个offer都拿不到 你讲价 你都没法讲 太低的话 你会把整个小区的价格 都拖低了 到时候大家房子也都不好卖 大家又觉得这小区不好 定价也是个学问啊 希望这家也会让我进去拍吧 就刚刚这个Agent 他不给我拍 他说他不知道房主同不同意 所以他就是不想让我们进去拍摄 我就没拍 自己逛了一圈 刚刚那个房子是30万 这个房子是31.5万 其实我觉得这个房型还不如那个好 但是就是这个房子里面有新厕 厕所是新的 然后厨房里面的厨柜换的也是新的 但是他没有第二层的那个deck 就是出去的走出去的那个阳台 他没有 而且整体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格局 明明就应该一样大 但是他感觉就比那个小很多 不知道是他这个楼梯设计还是怎样 感觉空间比那个小 好 如果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下次再有open house的话 应该我会提前打电话问一下 可不可以拍摄这样省的我白跑一趟 之前那个agent他就比较懂 现在大家都做这种新媒体嘛 都在facebook上listing Instagram上都有showhouse的 所以一般现在大家都ok吧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agent不可以 but whatever Goodbye That's it See you next time